大家好,我是臺灣賓士訓練團隊的盟友 今天要為各位做介紹的就是我身旁這台2019年全新大開款的CLA 這次CLA在改款之後無論是外觀、內裝、科技以及我們性能方面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接下來我們就從外觀的部分跟各位介紹起 車頭我們有一個非常立體的引擎蓋折線 整體車頭的設計它是一個shark nose鯊魚鼻前傾式的造型 我們往下看可以看到AMG-LINE的單炸式鑽石型水箱護照以及非常有氣勢的下氣吧 整體塑造出我們CLA非常強勁而且是有氣勢的車頭造型 我們CLA搭載的是LED燈組 在這台車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多光束智慧型LED頭燈 它的照明範圍更廣亮度更高 對於駕駛人夜間行車安全的幫助更大 整體頭燈的造型更加銳利 配合我們的車頭造型塑造出一個非常運動化的氛圍 接著我們看到CLA的車側 由於這台車選有夜色的套件 我們在輪框、後視鏡蓋還有車窗的下緣 都可以看到亮黑色高光澤的點綴 在我們CLA的車側上面也可以看到非常多雙門跑車元素在上面 最明顯的則是我們非常優美的車頂弧線 另外一點則是我們的無窗框設計 整體上面讓我們車側造型優美而且是相當的俐落 另外我們在CLA的車尾也可以發現一個 跟我們賓氏雙門跑車一樣的一個元素在上面 就是我們的後行李箱蓋開啟的方式 是透過我們按壓賓氏的標誌 就可以輕鬆的開啟我們後行李箱蓋 這一次我們CLA後箱空間達到460公升 透過424分離傾倒的功能 可以讓我們空間運用更為的彈性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CLA的內裝設計 基於我們A-Class、B-Class還有GLE 在台灣市場 CLA是第四台正式導入MBUX多媒體主機的一台車 首先我們可以先看到兩個大螢幕 分別是10.25吋的數位儀表板以及10.25吋的觸控螢幕 我們可以透過四種不同的方式來使用這兩者的內容 首先我們可以使用方向盤上面的觸控按鈕 或者說我也可以使用中央扶手上面的觸控手寫板 來做手寫的功能 另外一種呢 我們的觸控螢幕呢 也可以直接的來做使用 或者是我們這一次在MBUX面 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我們的聲控操作 你只要簡單說出 黑濱室 是的,請說 帶我上班 正在開始路徑導引 那除了可以用來導航之外呢 我們可以用來調整我們車內的一些不同的功能 比如說 黑濱室 是的,請說 紅色氣氛燈 好,我幫你換 那我們的CLA呢 也跟進我們台灣濱室全車系 都配有的MASISME Connect的功能 所以在車內呢 你可以直接撥打我們的客服專線 或者是呢 你可以透過手機來查詢車子的五油三水 或是它最新的位置狀況 我們大改款的CLA呢 踩的是全新世代MFA2平台打造而成 我們車身尺碼放大 軸距也隨著家常 造就了我們更優異的室內空間 在介紹完我們的外觀 內裝還有科技之後呢 最後是我們動力的部分 在台灣賓市呢 這次總共導入了兩個不同的車型 分別是我們CLA200 以及CLA250 這兩款車型呢 接搭載的是我們全新世代的直列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CLA大改款的相關介紹 如果各位車迷呢 還想要多了解我們的CLA改款相關的消息呢 可以到我們台灣賓市的官方網站 或是呢 來到我們台灣各地的台灣賓市授權經銷商 蒞臨賞車 CLA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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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250